這次健行科大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 因為健行科大是我過去曾經帶過的單位 一些老同事以及老長官都還在 健行科大也面臨了跟其他學校一樣的問題 都是因為經費人力不足的問題 但是他們又很努力的想要做一些推廣活動 因為卡戶這個東西它比較特別就是 我有一台host 就是我一台電腦 再加上幾支手機就可以進行這個活動 比如說我在上面可能設定幾個題目 可能是要讓同學強打的 那同學只要掃描他的QR Code 然後加入到這個host裡面 然後他就可以去限時 比如說限時10秒去回答每一個問題 或限時多少去回答每一個問題 那回答的最高分者 然後他就可以得到他有的一些獎勵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通常在以往圖書館的活動 他是需要人力去做一些操作的 那事實上我在這邊 我可能只需要一台電腦 然後同學有智慧型手機有網路 我就可以來操作這個 讓我把這個卡戶的這個社群平台交到他手中的時候 他會覺得 雖然我沒辦法解決他經費的事情 但是至少我解決了他在以後辦活動的時候 辦類似活動的時候 會有人力上的一些困擾 但這次比較特別的經驗是 我放下了這些東西 那純粹我用我想要幫客戶 服務客戶的心態去做這些事情 那對我來說有一點回歸原點的感覺 這個怎麼講 初心吧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一個初心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曾經也是一個圖書館員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這件事來 這個許願書活動對我的感覺就是 幫我去做一個沈澱的動作 他實質上可能不會帶給我一些能力的成長或幹嘛 但是他幫我做一個沈澱的動作 在工作上會讓我回到初心這樣子 我喜歡的請問 我會接受到初心的感覺 我會讓你去做一個沈澱的動作 我會做一個沈澱的動作 我會做一個沈澱的動作 我會做一個沈澱的動作